县长林明珍会同议员谢明谋前往积极镇广明里会看产业道路 该路面因年旧实修破损严重 土沟也因山水充实造成路基掏空 如果不改善恐有安全之余 林县长指示公务处必须筹措经费尽速补强改善 以免损害扩大危害农民 积极镇广明里里头向产业道路 因PC路面破损严重 土沟也录机掏空 县长林明珍会同议员谢明谋 前往会看该采研道路 会看后林县长指示公务处 针对损坏严重路队 重新铺设PC路面 及时设集水井 优形沟引流山水 令排水沟挡土墙也指示公务处 绰绰经费改善 这边公民里里头向 因为这条三角度 边的最高无处 陆大水井大 这些土石都一直流失 所以经过民国员代表 跟我们的主席 还有我们的小女丸 跟我们的公民业里长 来丁几 所以经营实地来看 而且开始了不了来做 本来我们养护口 过了差不多41万 但是做量有点低 所以我们没有做的部分 我们还要增长 要做完成 让我们的病情有感受到 所以工程会要再增加45万 大概今天这条 雷头行 水沟 到路边大概总共要将近85万 我想这个都为了地方的需求 让我们这些农民交通较方便 较安全 所以政府开这些钱真的有意义 所以我们会尽快地来设计滑口施工 议员谢明摩感谢林县长来会开 认为他请你轻微 努力为农民解决问题 真的是一位难得的好县长 因为北边这些白水稿 这些水拌下来是水拌下来 水拌下来 经管长有一个顺势 起来的薄膜也都掏空 管长是说既然要做衣装 就面长不蓬着保供 像这个膏又蓋起来 面长做U型的钩 海水沟 河边做L沟 不但可以改善白水 而且可以透过路面一举速的 管长有些心思很细腻 有求必应 亲力亲为 难得的县长 我们在这边真的跟他按个赞 广民里里头向强烈道路 路面年久失收 路旁土沟已因山水充实 造成陆细操控 并使土沟扩大 有改善必要 宁信将指示公务处 将尽快设计发包 针对约50公尺鼠会 严重路队发包设计 而排水沟挡土墙基础掏空 水沟内土石预计 宁信将也指示公务处 做做经费改善 记者祥幸福及其采访报道